由正身台中台主办 全国动物议院与亚洲动物福利协会协办的 2023生动传爱动物狂欢节公营活动 今天马不停蹄的再出发 前往彰化县普新乡凤霞国小 以及罗措国小两所偏乡学校 集合音乐表演和动物生命教育 除了启发孩子对音乐更多的想象力之外 也灌输他们以安全正确的方式照养动物的观念 深具教育意义大受好评 那今天正身广播电台能够结合我们的动物生命教育 跟我们对孩子一个心灵的一个美感教育 来做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饗宴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孩子在这个中间也学习到了整个动物的一个欢愉 然后也一起庆祝了儿童节 那也学到了对生命 不管是对人 对动物的一个尊重 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 生动传爱的这个公益活动 非常的棒 那因为孩子呢 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也比较少直接的能够接触到 这个乐器的部分 那所以今天能够看到三位音乐家 然后为小朋友演奏我们平常常听的乐曲 其实都引起很大的一个共鸣 然后另外呢 我们的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个 CPR的这个宣导 然后还有就是如何平常 如何照顾我们的宠物 这样的一个概念呢 我相信小朋友都受益非常的多 对于三位演奏家及协会老师 为偏乡教育贡献一己之力 两所学校的校方也致赠感谢状 表达最深的谢意 而更令人感动的是 许多企业赞助单位 甚至特别出席参与 包括彰化邮局副局长陈乐明 工商妇女协会理事长许秀珍 以及温度咖啡负责人许曾庸 都到场领赏 对此台中台张翰阳台长表示 非常感谢所有赞助伙伴 抛砖引玉发挥社会责任 让电台更坚定公益行善之路 不断将爱传下去 那我们彰化邮局也本着 就是说关怀社会的一个初衷 能够将这一份结合 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 这一个爱心的活动 那希望我们这一个活动能继续下去 那有机会我们彰化邮局 也会继续秉持的这一个爱心的一个传承 把这个活动再继续把它发扬光大 我们非常开心 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 我发现今天跟我所想的 不怎么一样 因为今天的氛围非常好 这些小朋友呢 可以由我们的音乐 来了解这个动物的生态 还有藉此也了解说 我们要怎么爱护这些动物 它的生命是怎么让它维持 还有怎么是去急救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集结吉他 钢琴与小提琴的 清新音乐响宴 以及培养正确动保观念的课程 因为机会难得 两所学校都请全力支持 小朋友也从中获得不少启发与学习 随着章话场次 今年圆满落幕 下个月我们也将继续前往苗栗的学校 照亮天乡孩童的成长路 以上新闻 由战神恋爱记者林恩宇 在章话线的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掌声广播电台